好 所以大家很納悶說 奇怪 館長之前不是跟黃國昌 跟柯文哲很不錯 罵金巴基嗎 為什麼這一次上直播 特別來罵兩個人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政治利益我們又沒有要 我也不是黃國昌 我要選這個選那個 我也不是柯文哲 我們只是他們對他們講幫忙 我們出錢又出力 又號召又當肉店 扶他們上去而已 去年損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又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嘴中的一個碰到你舉辦啊 那錢是白花的 騙到你X的啦 黃國昌哪來的錢啊 在這一年當中 業績直接對砍一半 損失是幾千萬再損失 但是 這沒有關係 相對的柯文哲越來越紅 黃國昌上去當立委了 現在是明日之星嘛 也許要選市長 那我獲得什麼 零 損失了什麼 Efficient 選舉選完了 該上的人都上了 該永民的 館長呢 國昌就去法院 他掉流量 他健康房生意不好 電商也很慘 好 我問問問問問問問什麼 零 我損失了什麼 everything 怎麼會這樣子呢 說柯文哲也往上啊 黃國昌也往上啊 就只有我沒有往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宜船哥 館長因為以前 開直播 我損電動 差不多都有兩萬人 最近都差不多剩五千 因為現在電動也沒什麼人算 所以 看的人就比較少 其實這一條是這樣 其實就是 他的產品賣得不好 還有看到柯文哲 叫黃國昌賣得很好 因為館長的那個 惡名昭章這個網站 他的衣服一件是450塊 到1490塊 1490是外套 T恤是450塊 叫柯文哲那些七點半的 他們閉起來 閉上很多 因為館長的衣服材質比較好 柯文哲那些材質比較賣 所以他當然心聲不滿 因為他們的客戶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出來 拜託這個 支持這個 民眾黨的跟去館長那些交關一下 不然他那些生理都賣 就為了這件事而已 所以他們之前是利益結合 還是理念結合 不是啦 他很簡單就是說 拜託你下去做官員做什麼 你連這個T恤的錢 要給我賺 你怎麼不賺給我 不然你做小的錢也叫我去 總代理給我 對不對 你還去創一間公司 陸可公關行銷公司 設在南京東路三段 你都在賺 阿妹都在賺 阿妹妹之後 那辦遊行錢都叫我出 阿自己官官之後 雄雄之後 我不一定賺錢 阿如果基隆課都叫我課 阿行銷都賣 什麼 什麼踐踏女權 歧視女權的 都我館長 阿你呢 他們之前拍了一張眼鏡 什麼民進黨的都高官 有沒有 結果現在截圖出來 都很刺激 館長的眼鏡 我先去鋪 黃國昌的眼鏡 我先去關 那個影片的預告他們 會遭遇 所以館長 現在很不爽 不過館長 你也不要想去啦 政敵人物 像黃國昌這種的 柯文哲這種的 他們這種的很素想 他們就是這種態度 所以你又重新再起爐灶 再頂來 沒關係 這個民眾黨你就不要遭遇了 不是啊 再頂來那個粉絲也是一樣 同一群要吸哪一批 沒有啦他就另外用啦 因為你不能再靠民眾黨 因為你 你做的 我看你的T恤四百五十塊 那些材質比 那些七連半也好很多 那七連半也好很多 那些七連半也賣一一九零 那些四百五 館長的小孩比較好 所以所有鄉親 如果要買去館長 那些二民招贈的王爭去買 因為他的材質比較好 所以這樣賣下來之後 館長你要確保 當時 你以為是你猴嗎 不是啦 那是因為柯文哲跟黃國昌 館長你慢慢做到自己很老 不是 是因為他們兩個幫你做三天 那當然館長你會說 那不是我黃國昌有流量嗎 那不是我黃國昌有錢嗎 有黃國昌很多錢 黃國昌也沒有減錢 黃國昌現金四百幾萬 珠寶三百幾萬 土地十五筆 建有八筆 他很好起來 他不是沒錢 他沒有拿錢而已 所以他掛場要掛過來 我們的割草是給鐮刀去割 對不對 這個黃國昌是儲草機 撞去 撞到 後面黃珊珊回去說 怎麼都沒有炒 可以再掛 價錢就趕上社聯書 拜託就噴一割給我掛 掛掛之後 那些賣藝針啊 賣藝針說 怎麼都你們 不然這樣好了 身分證只要單數的給黃國昌 雙數的給我 現在來張騎鎧 整根一直掛 英寸草不生了耶 後面還要掛嗎 你都沒有掛 黃國昌120萬 除草這個 用的就都沒有了 他用獨屍本 用完都沒有了 館長你也沒分到 館長你現在去收一下 去收一下 把你心情用得好 重新再出 你玩的遊戲 換一下 我最近館的遊戲 也沒什麼可以玩 再改一個新的遊戲 然後再吸引新的族群 你的T恤可能會賣得比較好 所以義昌哥很關心館長 弄太連他玩什麼遊戲 你都知道是不是 好 那我們要請教褚英傑 因為館長看起來很生氣 他說什麼716 拍MV都有出錢 活動也我有出 黃國昌哪有出錢 我又不像黃國昌 要選那個選那個 我也不是柯文哲的 我就像墊背的出錢又出力 怎麼會這一次那麼生氣呢 現在是怎麼樣 由於小船現在變成了 競貧了是不是 我其實是要提醒館長 就是說你也不要那麼生氣 把自己講成是什麼 墊腳石啊 還是什麼階梯啊 我跟你講你這個場面 就像我們看到很多那種經紀人有沒有 捧紅了明星 跑掉之後那種感覺 像不像 就是說 你看當初都是我給你造型 給你設斗 幫你找舞台 幫你找節目 結果現在你一飛沖天 一炮合同 然後拿到更高的薪酬的時候 你跑去別人家去了 不是 經紀人要抽成啊 他可能沒有抽到用 他就是沒有抽到 後續沒有抽到成 你要知道 沒有先合約 不是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都要先投資 對 然後先把它捧紅 結果投資後就換割掉了 只是沒想到 換千別的經紀人 跑到別人那邊去 而且自己出來撕接生意 有沒有 撕接生意對不對 自己那邊撕直接開這個頻道 然後把我所有該收的 這原本是屬於我這邊的流量 我這邊的小草 通通割一輪帶走了 但是我也覺得啦 這個就是什麼 你說他們之間真的是友誼的小船嗎 還是說過去其實本來就不是理念的結合 原本就是為了各自不一樣的利益 那現在現在會發現 我要的利益沒有 但是你的利益好像都拿到了 所以說變成是過去叫做大家合夥 一起來做生意 但現在變成什麼 各自為政 這個同事變競評啊 變競業啊 所以就開始搶 所以我也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友誼在那裡 你想想看他前前後後所講的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你拿去 我 nothing 我 lost everything 就是但是我只想強調就是說 沒有關係 你既然可以捧紅一個 你應該有機會有能力 再捧紅下一個 我滿同意一串哥所講的 再找下一個對象 加油就對了 對 在這個你知道知道 春風吹又神 所以一定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小草 或不一樣的植物 不一樣的植物 不一樣的植物 這裡有小草 你自己在研發出 看看還有什麼植物 你可以用得到的 那也許有機會 你還是有機會 往前走 你知道 這個沒了 還有下一個 所以我在這邊 我是不想要酸他 我鼓勵他 鼓勵他走出來 繼續走出來 往前走 放下 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位置